大家好 大家好 平安 很高兴 在这父母节开始的预备的时候 我们能够听到我们年长者 在这当中的现实 其实很多人都问我们说 我们教会都是年轻人 谁说的 我们教会很多年长者 只不过我们年长者 都看起来都很像什么 年轻人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 这个题目 巴比伦 也许我们说 巴比伦关我什么事情 我们是台湾 弟兄姐妹 圣经里面常给我们提醒 不要说挪亚关我们什么事情 不要说所多玛关我们什么事情 神今天就要对台湾说话 特别是巴比伦 你知道国与国的战争 你会听见很多的故事和声音 但是巴比伦这个故事 是终局之战 最后结束 而这个最后结束 包括就是无底坑 所有的魔鬼都要丢进去 这是一个终局之战 终局之战 我们又会说 大概离我们很远 对 可能哦 离我们很远 但是里面的角色都是我们 里面的角色都是我们 你那时候是在哪里 现在就开始预备 现在就关乎那个时候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智慧的一个特别的题目 这个题目我们酝酿了一个月 其实在一个月前就有很多感动 要讲这个题目 这个不叫做酝酿 是神一直感动 我觉得时代的信息在这个过程里面 从我们讲到但一里的金像 从讲到国与国的战争 我们都在提醒弟兄姐妹 预备今天我们要来领受这样的一个信息 然后下礼拜是复活节 我们继续要把这个信息 进入到高阳之战的最后 得胜之后的一个前十年 而那当中要分别出来 而那个分别是很重要的 整个启示录很难懂吗 真的很难懂 但它的启示是完全的 大家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一起来领受 今天的题目叫做哀歌 本来是叫做主 后来叫哀歌 哀歌的意思就是本来不是哀歌 本来是歌舞生平 何尽如此 从歌舞生平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失落 其实就好像音乐里面一个作名曲一样 分成四个乐章 如果在诉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第一个乐章 就是丰富的 喧哗的 热闹的 精彩的 所有荣华富贵 都在第一乐章里面 严重出活泼的一个色调 是快板 然后到第二乐章的时候 才是极慢板 而极慢板是一个悬疑性的音乐 怎么会是这样子 怎么会是这样翻转 没有办法去了解了 到第三乐章的时候 就激烈的 悲惨的 音乐不断地做出那些悲惨的一个旋律 跟基安的一个生命的传记 在第三乐章 到第四个乐章的时候 恢复到丰富的感觉 那个丰富并不是第一乐章的主题 而是从第一乐章到第三个乐章的所有翻转 恢复到真正的主题 就是荣耀 这是今天的音乐 那我们希望在生命当中 你能够用很快的时间里面 来进入到这整个咒名曲的一个生命的欣赏 这是生命的一首歌 弟兄姐妹 时间的关系今天不是查经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一张一张跟大家查 所以我们要直接用标题式的 大家点住你今天所站的位置 这就是生命里面巴比伦城的哀歌 为什么曾经那么丰富 如今的坠落 这个关乎我什么事情 有关乎很重要的事情 关乎为什么你在里面 你今天在哪里 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到今天我们这 哀歌里面的所有故事 首先我们在讲序曲 序曲就在介绍整个里面的一个角色 首先我们看到 神也想起了巴比伦大臣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说 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 这巴比伦意指什么呢 我们来看两个角色 请看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 这个都是直接指出标题 让我们能够直接看到圣经里面 要对我们说的话 第一个角色一个女人 第二个角色珠红色的兽 从启示录十三章开始 就在意表着地上海里面出来的兽 就是世界的霸主 就是世界的王 他会带着极大的权势跟极大的兵力 然后带这个女人是什么呢 这个女人圣经直说 她就是奥秘哉大巴比伦 做世上的云护跟可证之物之母 就是这个女人 而这个女人为什么用巴比伦来做预表呢 这个巴比伦 从人类第一个文明历史开始 巴别 开始 因为巴别 它的意思是 通神的门 所以他们带着极大的荣耀跟骄傲 但是神在这个做第一次审判 把你们认为是荣耀的 错乱了你们的口音变成混乱 所以人的骄傲 最后被神的解释叫做混乱 而这个混乱 在希伯来文里面 它是混乱 但是在巴比伦他们当中叫做荣耀 弟兄姐妹 这巴比伦在波斯湾以北 古旨 古代的历史 就今天的伊拉克 ISIS的发言地 让我们来看 将来的战争 并不是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国与国的战争 国与国名以名的战争 这个叫做预兆 你会听得到 但是如果到最后的时候 你会了解一件事情 这并不是国与国单纯的战争 如果用我们能够明白叫宗教的战争 宗教战争 这个宗教战争 这一所说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看 巴比伦 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 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 最后他会极大的逼迫圣徒 所以 如果用外观能够明白 叫做宗教的战争 所以最后的宗战 崛起之战 是宗教的战争 是魔鬼攻击属于神的圣徒 所以神在四美那教会 跟我们菲拉提威教会的议员当中 都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要持守你的道 真道 如果你们持守的话 我会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 能够提早让你们进入到神国 就是被提 被提 弟兄姐妹 在末后世代里面 神在这个过程里面 对我们提出的这个警告 将会有这个战争 而这个战争是直接攻击圣徒的 为什么呢 因为巴比伦是魔鬼的巢线 巴比伦 魔鬼的巢线 他要做的不是找地上的财户 他自己也知道地上的财户不足惜 不重要 不是他所要的 他要的是灵魂 那我们今天能够在生命里面 能够了解 你今天听圣经 看神的话 你了解你今天所要面对的战争 跟你今天所站的角色是什么吗 不要浪费很多时间 在讨论你的兵力有多少 你的财户有多少 你今天的位置有多少 你的被人家肯定感有多少 魔鬼根本不在乎那些 你要什么就给你嘛 那魔鬼要的是灵魂 魔鬼要的是灵魂 所以神在这个第一页章 就告诉我们 说讯息里面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战争对象 两边是哪些 你以为最后魔鬼 他是动哪一国 有人说苏俄 有人说中国大陆 弟兄姐妹都不是 请注意听 魔鬼最后所动用的诸国是 全世界 全世界 圣经讲得很清楚 淫妇所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 多国多方 神使诸王同心合意 把他们的国的权势 全部交给那首 弟兄姐妹 最后的战争是全世界 都在那个过程里面 成为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逼迫 而不是哪个文明世界 纽约也好 芝加哥也好 任何世界很有名的伦敦巴黎 当然就不用再说 共产国家 都变成魔鬼的巢穴 现在撒旦教 人心里的败坏 充塞在各文明的城市里面 所有角落 所有的法律 所有的宪法 一直在更改 更改什么 人心变化 那样的变化 是合乎魔鬼所要的 侵蚀灵魂的 而圣经说 这银护最后跟世界主网的联合 他们把这一切 形影就是发生关系 意思就是说 他们把这观念都交托在 魔鬼的手中了 世界各层都一样 所以最后的大军 就是世界各国 魔鬼所动用的 反扑 那至于羔羊这样的一个军队 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战争里面 圣经说他一定得胜 重点是他一定得胜 重点不是兵力有多少 重点是神要告诉我们说 属于一定得胜的那一方 有哪些人 不是哪一国 不是哪一国 请注意圣经所说的是什么 蒙招被选有中心的 人 不是国 是人 神要的是完全的 简单的说 他可能会从日本招出了700多人 台湾招出了500多人 属于神的 单纯属于神的 从美国招出了200多人 假设 从海地 那个魔鬼朝鲜的国家里面 也招出了中心的一个两个 世界各地 造出属于神的 不是国 神知道内心 神从里面 造出 属于他的 各国 各民 各方 各族 造出属于他的 这个就是起诉 在十四章那里所说的 十四万四千里面的 这样的描述 用他的保险 买赎 回来 属于他的 属于他的 这个成为耶和华最后的军队 弟兄姐妹 所以你要看这个态势 是什么呢 这个态势就是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高仰的军队 他所带的就是 人 这些人是 神所呼召的 神所拣选的 忠心的人 他不属于哪一国 因为圣灵的交冠 跟圣灵的喜 就是 让悉尼人 化外人 为主为奴 都成为 同一个天国 的子民 至于其他的 就是 巴比伦 某国的朝鲜 所引发出来 各国的 军队 他们把自己的国 都给了纳售 而且是同心合一了 正义的诗篇 第二篇所说的 世上的君王 为何起来同谋 让我们在生命年 他们攻击的就是 受高军 耶稣基督 然后我们能够明白 这些故事的时候 这个战争平衡吗 根本不平衡嘛 这边人那么少 这边几乎是全世界 但是你要知道 什么叫权柄 在神的手中 早就命定了 神要的是属于他的人 所以借着这个战争 把这世界分开了 弟兄姐妹 你预备好吗 如果预备好了 我们来看 今天的简易大肝 其实它并不是 简易大肝 因为字好多 所以改成观念大肝 真正的大肝 是圣经节 但是你看圣经节 会不撒撒 因为它里面 除非你好好查经 那我把它改成观念 第一个观念 神要审判世界的王 但是我要问你 我审判他的时候 为什么是你在哭 审判他的时候 为什么你在哭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看过 世界很多很聪明的 智慧刑犯罪 警方根本对他无可奈何 没有办法抓他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所做的坏事 但是最后被判刑的 都是那些无辜的人 无辜的人 你有没有看过 先生在外面 欠了一大笔债 他被关了是谁 被关了是谁 太太 为什么 他用他的名字 但是有一天神会问 为什么 这世界完被审判的时候 为什么是你在哭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 要搞清楚的 为什么你在他里面 那么笨 第二点 你一辈子 一辈子投资的 果真的让你有财富 果真的让你有安全感 但是我要问你 为什么在那一刹那当中 一死之间 你所有变成空 而且不但变成空 而且变成你的定罪 第三 圣经说凡有行者在那时候 全部都要销毁 艺术 行政 能力 权柄 地位 财户 刹那之间 全部都消失 剩下的是什么 还有存留吗 有 那时候 神要翻过来 为属于他的人 神缘 这三点 请记得 那我们希望等一下 在看这圣经的时候 弟兄姐妹 时间不多 我们要走得很快 但是你的观念要站清楚 世界的王 大家都知道 他是犯罪的 但是为什么 你会在那里面 哀哭 第二 你投资了一辈子 损意表 在你生命里面 发现完全错误 第三 到那时候 你以为得着的是你 你没有想到 教会那些 你看不起的人 有一天 在神面前 成为神所高举的圣徒 他们要跟羔羊 一起得圣 好 我们一直在讲 要进入 要进入 现在终于要进入了 弟兄姐妹 观念预备好 开始第一步 神审判 世界的王 首先 我们要来看到一件事情 有一天 列国 地上的君王 地上的客商 都把权柄交托在那 属于魔鬼的权势下 交托在里面 大家能够明白 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果真的他们会互有 果真的他们会有安全感 那个安全感 是人很大的困惑 你知道在加密上的时候 伊利亚问那些百姓 如果耶和华是君王 是真神 请你 现在就专心 依靠他 专心 你不要心慈良意 也要巴黎 也要耶和华 结果百姓在那边 一言不达 一言不达的意思是什么 不敢出声 他们全部都知道 巴黎是不好了 全部都知道耶和华是好了 但是果足不前 往这边走 不敢 因为看得见 摸得着的是巴黎 耶和华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 心里里面有控告 但是无可奈何 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考验 明明地上的君王 地上的客山 所有的荣耀都在他那边 都在他那边 我怎么打 姐妹 神只要你做一件事情 神要问你 为什么你跟他们在一起 你如果知道他们是不好的 请你愿意放弃 你看得见的那些不义之财 请你站一边 神讲得很清楚 还记得可拉党的故事吗 神说过了 凡属于可拉那一边的 叛变的 他们的位置 他们的账目 请你们通通离开那里 免得我审判他们的时候 一死之间把你们全部都审判 弟兄姐妹 那边比较可靠啊 这边只有摩西亚伦 那边的250个 而且各个都自称圣洁 各个都自称自己是属灵的 这个是流变长子的支派 立位支派 都是最高官的 弟兄姐妹 那时候他们起来反对摩西的时候 神说这些虚假的 我要一死之间把他们审判 但是所有的人 不要倚靠 不要觉得你靠着那边比较安全感 统统离开 如果你要站那边 就算你不是他们的胆语 我统统都毁灭 结果那一天 上那之间 地上裂开了 他们所有账目 凡属于可拉的账目 包括家属 全部被吞灭 一刹那之间 至于那250个首领 神说从地上生火出来 立刻消灭他们 弟兄姐妹 他说了一件事情 要分开 弟兄姐妹 神那天对罗德说 你赶快从索多玛出来 我在等你 我在等你 我要尽数消灭索多玛 但是你还在里面 你还不出来 所以我差遣天使 把你硬拉出来 这时候罗德 已经没办法了 我曾经带那么多的仆人 被你进入到索多玛 我曾经带那么多牛羊 金银财宝 进入到索多玛 我曾经把我家人 带到索多玛 现在出来 出不来了 出不来了 神说出来 我马上要毁灭索多玛 只好用硬拉的 拉不出来 包括罗德的气质 都变成什么 炎柱 分不开了 弟兄姐妹 神今天也告诉我们说 你在世界得安稳吗 你在世界得安稳吗 你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你所认识的朋友 认识的规矩 你都会 但是我还是 在世界比较安稳 所以教会 有空我会去 如果牧师你叫我去 我先看我的节奏 今天有空有没空 好好好 今天好 没事 那我先来教会 弟兄姐妹 在生命当中 你离不开世界了 并不是世界不好 你是被世界黏住 但神告诉你说 你应该是世上的光 我们不是不理世界 而是要让世界看到 你在神的道路里面 是荣耀 但是我们常常 世界看我们 不是神的道路荣耀 世界看我们 是世界的渣渣 你还是靠我们 你必须要靠我们 你要回去 可以回去 有空的时候你回去 但是世界都知道 你如果不靠世界的话 你也没办法生存 多少基督徒 变成这种模式 弟兄姐妹 神要审判的 就是这样子 有一天 圣灵说 宝慧师说 为罪为义 为审判 你要自己责备自己 为罪为义 昨天我们祷告会人 讲过了 还记得犹大的故事吗 你不再有机会了 但是为审判 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神直接说 世界的丸要受审判 你要自己责备自己 什么意思 就是世界的丸要被审判 巴比伦要被审判 所有在很多犯罪的城市里面 都要受审判 我问你 为什么你在里面 居在里面那么紧 你跟他们相处那么完整 你走不出来的 一起审判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一辈子投资什么 在这其中 我的孩子 我的感觉 我的地位 我的钱财 我投资的 全部都在这世界 果真的 从我二十岁 到五十岁 我累积 而且过得很好 过得很好 那些基督徒 在教会里面 他们只有薪水阶级 他们也不像我 那么快就变成总经理 他们步步踏实 但是他们升迁得很慢 他们也不在乎财户 所以他们钱财 因为不会投资 只有薪水 至于我 我会投资 至于我 我会连结 至于我 我会合作 所以我的钱财 大过他们好几倍 弟兄姐妹 这是人 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到那一天 请记得 地上的君王 地上的客山 传组 也就是说 君王也好 物资也好 做买卖的也好 刹那之间 刹那之间 消失无印 那时候就会出现 这个作明曲 这是悲怆的作明曲 哀伤的第二夜章 临到你身上 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会这样子 弟兄姐妹 世上的悲哀 怎么会这样子 乌克兰的居民 看着 长颜断壁 怎么会这样子 看到我的邻居 一百多人 被屠杀 前几天 我们还一直戴秋千 我们去公园玩 怎么会这样子 弟兄姐妹 这种故事将会不断地发生 银行的李庄 不是告诉我说 一定没问题 一定没问题吗 现在 十年了 我怎么来赔偿这些东西 全倒 弟兄姐妹 我讲的都是实际上的例子 我只是不把人民讲出来而已 这些故事一直发生在我们四周围 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在智慧里面看到 你看到什么 一切都会过去 只有一件事情 最后一点 一时之间 你以为藐视了那些人 一时之间 最后 翻过来 他们才是神所要的 他们才是神所要 神亲自为他们的生缘 最后一点 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说 凡有行止的那天 全部都消费 文化 艺术 感觉 能力 权柄 地位 钱财 那时候都会过去 都会过去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怎么会是这样子 有一次 我在台北 还当牧者的时候 那时候有个圆山早导会 有时请我去讲道 圆山早导会 有很多以前的高官贵人 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牧者 你知道 厦门整条街都是我的 地区都还在我这边 真的 整条街都是他的财产 但是一时三合变动 现在那一个财产 地区 或者是所有权赚 还在他的抽屉里面 归于无有 撒那之间 撒那之间 这种故事多少啊 求主能够再一次帮助我们 所有的一切都过去 包括欢笑 包括婚姻 包括家庭 包括喜乐的歌声 包括所有的艺术 包括所有的创作 撒那之间 归于无有 我再一次 求主能帮助我们 生命里面你突然还存在的是 神那一天说我要你的灵魂 而你的灵魂成为尊贵的故事 我再次讲 我们在这世界所有的东西 你要什么魔鬼都会给你的 因为魔鬼更不在乎钱 荣华 互贵 你要什么 魔鬼会一步一步满足你 当然以前的世代是魔鬼 用各种的威胁恐吓 这是另一种方法 但是世代的文明 威胁恐吓 已经不足以恐吓他们了 因为他所有在世界 所赚得的够用 所以魔鬼用另一种方法 我让你贪婪 我让你满足欲望 我让你在意识形态里面 更新 更新什么 这样没关系 那没关系 这样没关系 OK啦 以前抗为犯罪的事情 现在连法律都说OK啦 所以你开始变成堕落 变成欲望 开始变成生命里面的罪恶 然后有一天你会满足 你会享受这些欲望 魔鬼要的是什么 魔鬼要的是你的灵魂 你要什么 魔鬼都可以给你 犹大跟魔鬼说 我要三十两 魔鬼是可以给他 你把耶稣卖我 我给你钱 最后犹大 自己也知道 错了 所以他要把三十两 拿去还给基斯坦 基斯坦说什么 那是血债 我本来就不是要三十两 我本来就不是要钱 我要灵魂 魔鬼所说的 我要在灵里面满足我 而你卖了你的灵魂 我给你钱 还记得很有名的戏剧 胡适者的故事吗 胡适者天前 他出卖灵魂 换得他的青春 换得他的享受 但是坠入深渊的时候 他的哭泣 坠入深渊 最后那样的一个哭泣 他毁坏了多少 毁坏了多少 当时可爱的生命 只因为他得着 他想要得了 然后自己的灵魂 进入到堕落里面 今天多少故事 发生在这其中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最后我们来验算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弟兄姐妹 两个情况 二十岁到六十岁 也许不会觉得 反而骄傲的人 过得更好 因为他会重视 他自己的个人权益 他会注重自己的形象 他会说我受洗就好了 所以我是再急再会 但是茶经 祷告 那是你们这些事 那是牧师人的事 你们这些牧师人 都不知道洗手 如果是我们的话 这个财 富 权柄 地位 你看我们的 打通这种关节 我们有各种权力欲望 各意识期待 全部都有 我们多么的丰盛 我们不参加在教会里面的 没有用的 我们在校面 外面很多 而且到处做见证 很多地方 我的地位很高 我才不想只待在教会里面 弟兄姐妹 他们的个人形象会 仍然在生命当中 没有失落的感觉 但是有一天到了六十岁 为什么说六十岁 因为六十岁 世界也不要他了 到这种年纪的时候 世界也不要他了 他是开始回来教会说 其实我以前多厉害 多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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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在教会 他开始在教会 变成一种怪老人的样子 他已经僵化了 他没有办法柔软了 他记得的都是他以前很厉害 有一天他开始老烦 Denis 他的厉害 变成大家所说的 他又来了 又来了 麻烦人物又来了 弟兄姐妹 他会变成一个讨人业的怪老人 然后他自己里面 他会开始害怕 没有人抬举我 也就算了 有一天 他会开始冰凉 连儿女都不要他 他渐渐衰老的时候 他会发现 你们这种样子 这等我死啊 我死了你们才高兴啊 真的会变成这样 有人家死了 包括他的家属 包括他的太太 包括他认识他 包括弟兄姐妹都 这家伙终于死了 你知道有没有这种事情 我已经见过不少了 好 我们赶快来看另一边 另一边 伟生在教会里面 因为伟生 所以活着不再是自己 乃是基督 在他里面活着 所以他不会夸自己是教授 也不会夸自己是多少钱 也不会夸自己的所有财户 都不会夸 而且他的生命 开始柔和谦卑 开始欢迎大家 在他生命里面 他的荣耀 他的一切 分享 在生命里面 没有我自己 你们不要说 我以前博士的 其实没什么 其实你比我厉害 就是这样 弟兄姐妹 不是拍马屁 如果他很厉害 那我就拍马屁 他不厉害 我跟他好 那不是拍马屁 那是降卑 降卑 弟兄姐妹 生命 没有你自己 他开始越来越活泼 而且神 给他的不是薪水 神给他的是祝福 他生命会越老越可爱 刚刚大家看到 我们的年长者 在唱歌的时候 原来我们教会 有年长者 怎么平常都感觉不到 弟兄姐妹 我不是开玩笑 我们教会 联系好几年 七十几岁 八十几岁 都有报名短宣的 你们这些二三十岁 在干什么 当这七十几岁 八十几岁 都报名短宣的时候 我今天有 有一种很害怕的感觉 他们如果在那边 发生什么意外 怎么办 到现在都没有发生意外 他们越来越年轻 弟兄姐妹 至于六十几岁 那就更不用说了 不但报名短宣 还在做队伏 弟兄姐妹 六十几岁做队伏 那是跟着要一起跑 我在这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教会有很多年长者 但是看起来不像年长者 看起来像可爱的年长者 他们越老越好玩 越晚越老越好玩 不是我们要玩他们 他们也喜欢跟我们玩 而且我们也很喜欢他 弟兄姐妹 就像我们文会一样 九十六岁了 旁边都是年轻人 为什么 他有分财产吗 弟兄姐妹 在生命里面 从你身上看到有光 弟兄姐妹 我希望有一天 我现在六十几岁 小朋友喜欢我 我现在 我希望七十几岁的时候 喜欢我的小朋友 那时候十几岁 还是喜欢我 我希望那时候的 生出来的小朋友 也喜欢我 因为我知道 当时的二三十岁的 那些年轻人 小时候我都抱过他们 他们要他们的小孩子 也喜欢我 因为我喜欢他们 然后喜欢一件事情 没有我 只有大家在教会 一起看到荣耀 那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年纪越大 越有福音的负担 不是短线的问题 而是我看到这么好的事情 你们一定要跟我一起游 因为你不断分享 分享这生命的信息 你会越老越可爱 越老越喜 越快些 然后越接近死亡 越生命的喜乐 我知道谁在欢迎我 弟兄姐妹 但愿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 现在就能够知道 巴比伦的故事 直到现在好像 强力是磁铁 在吸很多的灵魂 然而你在生命里面 学习有耶稣基督的样式 效法祂的样式 你的柔和谦卑 将会成为你永远的故事 弟兄姐妹 这礼拜有圣餐礼拜 欢迎大家预备你的心来 欢迎你大家 能够带着 不信主的朋友来 不信主也可以 理受圣餐吗 当然不行 但是我告诉你 有感动 他们来 看到大家理受圣餐 这是一个很大的 能量的炸弹 会震撼他的心 就如同哈盖苏所说 震动列国一样 他会感受到圣灵 所以弟兄姐妹 欢迎他们来 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医治 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做爱 然后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故事里面 一样的 这个不多说 从五月开始 我们会逐一把教会 新的故事 新的拓展 跟大家分享 就是邀请 你必须要参加 参加不是受报名 参加 你必须有关系 在这里面 你的生命才知道 教会在成长 不是人 教会在成长 是越来越让 神的荣耀 住在这当中 基督这时候 在拣选他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让你的生命 是真实的预备 真实的条件 真实的荣耀 在这当中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一天学习 遇见你 每一天都看见神 你在我们当中 有个特别的拣选 你让我们眼睛得见 天国的荣耀 因着这样子的光 让我们很清楚 透彻世界 也透彻我们自己 前面的救恩 让我们看得透 我们就知道 有一天直到最后的空虚的 那种可怕 在这里我们看到 直到永恒的喜乐 因此从现在开始的连线 每一天都是智慧 献上我们的感恩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咱们 谢谢大家